张女士住在杭州降服街道的和宁文华府 她说小区是今年1月份交付的 9个多月了 每天的出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整个小区为四边形 一共是四面道路 有一面是不通车的 有三条方向的路 全都是很堵 我们现在在的是你们的哪个门 正门 北门 北门设有机动车出入口 门口这条路叫新闻路 现场可以看到 路边交住了不少石吨 路面还堆放了黄沙和一些砖块 道路的两侧都停了不少车 张女士介绍 这条路的前方还在施工 没有交付 交警不介入管理 不少人在路上停车 大家进出刚刚感叹寸步难行 她提供了几张照片 可以看到新闻路上停满了车辆 但是到了晚上 可能就会只变成单行路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隔离酒店的 经常会有大巴车 送隔离人员过来 但是大巴车一过来 就造成这一片区域都堵着 动都动不了 张女士说 小区南门也设有一个机动车出入口 那条路的问题也很严重 南门门口的这条路叫做南霸弄 现场可以看到 这条路一共有两条车道 其中一条停满了车 小区物业经理也来到了南门 这边就是说这个道路还没交付 街道社区也过来整改了好多次 就是乱停车 也给我们保安增加了工作量 经常保安又过来要指挥交通 进行堵车的时候进行疏导 物业经理介绍 街道也进行过贴提示单等整改工作 但是没过几天又恢复原样 他说小区一共一千多户 现在已经入住了四百多户 现场有位停在南霸弄的车主 正好坐在车里 说是对面小区的业主 那您平时都是把车停在这里的吗 不是呀 我有自己车位 我今天第一次 这里现在好像没有移交过 道路没有移交到交通部门 来到小区东面 这条路叫做祥红路 路面的停车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业主们说 现在小区被困在几条没交付的道路里 大家出行困难重重 记者找到杭州拱树区降服街道办事处 因为我们社区也跟施工单位协调过三四次了 在路边增加了隔离桩 周边的车辆不能乱停放 然后在这里面反正积极在跟施工单位沟通 在已经差不多可以交付的路段上 那我们尽量能争取找交付吗 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我不敢确定 因为这个施工方 这个工程机械我没办法控制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新闻桥 在建设当中 要等这个桥完全整体应该建设完了以后 那它才能整体来验收交付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现在我们在这边的工作上 就在这边看到一个新闻桥的 这个时间先拿起来 大家与我们家里加密领桥 安全带 车辆 车辆